19岁学生被控前年在铜锣湾向警方投摘汽油弹 被裁定暴动罪名不成立 控罪说被告叶冯成前年8月31日 在希尼斯道近崇光百货一带 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 警方说当日在希尼斯道和波斯富街交界 见到有人价设障碍物 又说包括被告等事的人曾经向警员订汽油弹 被告否认一项暴动罪 区域法院法官姚芬致裁决时说 案发当晚毫无言论是非法集结 已构成暴动罪 但现场所有骗段并没有拍摄到任何汽油弹或火光 认为作公警员的观察不能被任何人或骗段支持 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